纽约纽约非常纽约 各位朋友您好吗 我是常欢 在空中再次向您好 在我们今天 纽约非常人物的单元系列 邀请这位美女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而且充满自信 在她的个人的专业 或者是她的生活 都是如此的 让我们觉得很像一个New York 这么的丰满和自然 OK 我们邀请今天的主角 Sherry秋少姐 是我们的大来宾 Hello Sherry你好 很开心 今天能够跟你约会一番 尤其在这样子一个 曼妙的后 给你好好来聊一下 因为我觉得 有这么一种感觉 好像在人群当中 就会第一个catch 抓到你 因为你的那种笑容可居 或者是充满自信的感觉 确实让人过目难忘 并想深刻 来聊一下 那么事实上 每个人的成长 跟他的远生家庭 可能都有脱不了的关系 尤其呢 像你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或者是给人的一个特殊的感觉 应该是从小 就会有一种自我的一个认同 聊一下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如此的特力积蓄 与众不同呢 不敢当不敢当 那我觉得我挺幸运的 我觉得从小到大 我生长在一个蛮幸福平平安安的家庭 那我父亲是一个 我认为他是我最崇拜的 怎么讲 男明星吧 因为他长得高大又英俊 然后呢 他也是读书方面呢 他以前是苗栗中学是第一名的 那他在从事这个银行业 从事了四十多年 也做到挺高的职位 那我觉得他的个性非常稳定 那就是奠定我们家庭气氛 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他不随便发脾气 但是他都会以关切的角度 来问我 我有个弟弟 我跟我弟弟 那他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慈祥的父亲 只有在严重的事情的时候 他才会稍微给我们一点建议 对 那我父亲是我的偶像 他很幽默 又对 就是很幽默很照顾我 我们想要吃什么 想要玩什么 他都会完成我们的愿望 那我母亲呢 她是一个很任劳任怨的妇女 所以他们怎么讲 就说我母亲是在一个私营公司的一个会计 那她也是很认真的教育我们 她是一个严母 我很怕她 如果我们睡过头啊 或者是怎么有一点点 以前比较皮不听话 她是会来处罚我们的 对 但是我觉得我对她 她的教会 让我最难忘的两件事情就是说 第一个她认为 她说女孩子永远一定要有职业 一定要工作 她说不管你将来生孩子 她说换工 就是你还是工作 你不能停下来 你宁愿花钱请人家带孩子 你都一定要继续工作 就是维持经济的独立 是一个女孩子非常重要 就是能够怎么讲 就是能够好好安身礼命的方法吧 所以我认为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找个金龟婿啊 或者是靠男人吃饭 我觉得我自己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然后再来第二件事就是说 她说洗完头发一定要吹头发 不可以吹 不可以不吹会感冒 所以我觉得这个养生对我来说 我也是觉得听她说久了 就觉得我也是这么教育我的女儿 对我就觉得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让这个毛细口张开 然后寒风进去 对这是我很感谢我母亲 就是尊尊教会了 刚刚曾经聊到就是 你一定自己有感觉 小的时候这么的特殊 可是小朋友的时候就发现自己 那可能先谈我的兴趣吧 我大概四五岁我妈妈就送我去上芭蕾舞台 然后呢我就很爱很爱跳舞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 就是舞蹈 因为舞蹈基本上你要站在舞台上 然后表现把你最好的舞姿 展现给观众嘛 那我觉得从小跳芭蕾舞呢 那我就一直爱上舞蹈 所以我跳芭蕾舞 民族舞 到后来的爵士 街舞 然后我也到电视台参加过很多比赛 包括舞蹈奖 我们曾经就是大学的几个朋友 一起舞蹈奖 我们大概拿到了三度五关 然后也参加了吴宗宪 这个大哥的那个超级新人网 我们拿到了季冠军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舞蹈的路程上 我就非常非常的enjoy 我大概五岁的时候 我得过幼甲族的芭蕾舞 独舞的冠军 然后从那时候我就觉得 站在舞台上 展现自我是一个 非常满足的事情 然后后来我们 比如说在我们的社区 经常有什么古装戏要表演 我就是常客 所以基本上登台那种 以前不是有搭建那些台戏吗 我妈妈都说我是我们家的舞女 舞女又要出去表演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信 就是从舞蹈开始锻炼起来的 然后到时候到学校演讲 也常常被抓去演讲比赛 作文比赛 就是各种比赛 我觉得慢慢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就觉得自己可能就从这里 慢慢培养那个自信吧 现在上你知道就是 我觉得中国人东方元老 很多时候呢 发现就是很含蓄 可能现在可能小朋友又不一样了 但我们小时候就是 在好事安安静静 所以怎么样去present自己 变得非常重要 你刚刚说到 让你自己的身体展现出来 给人一种落落的大方法 我想这很可能就是你给我的第一印象 对 因为通常华人都比较含蓄一点 觉得就是要很温柔婉约 那我觉得我个性 其实我蛮男孩子气的 然后我也觉得我比较洋化一点 我的想法 以前我很爱作怪 头发都不是这样子好好 我记得小学我都喜欢 譬如说看了那个一代女皇 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弄成潘影子的样子 我就是很大胆很愿意做常试 但是我觉得台湾那种教育环境就 比较想压抑你 他不希望你鹤唳几群 对 但是我就忍不住 我就想表现 其实我追我以前在台湾的感觉 这种教育体制是挺压抑的 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不要就是 怎么讲不要心立意啊 不要这样锋芒毕露 其实以前是这样子被压下去 因为以前好像当老师选班长的时候 总是就是会被选出来嘛 就是成绩也不错怎么样 但是后来等到要同学投票的时候 就发现可能有一些人就不是那么喜欢你了 就发现说你好像太爱炫耀 锋芒毕露人家就不喜欢 其实我觉得到小学到初中那个阶段 我慢慢学习了怎么样 让自己不要这么惹人厌吧 就是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锋芒 然后关怀别人 怎么样跟人就说能够 就是能够跟群体能够慢慢打交道 然后我觉得我在中学的时候 学到蛮多 所以我觉得中学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成长一个进步 后来就是变得我们大家就是 大家关系很好 我觉得也变成我同学曾经就说 也算是灵魂人物之一吧 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玩乐这样子 其实学生时代就是一个风云人物 来聊一下当时自己是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也就是那时候只是天天吃喝玩呢 还是我知道其实你在台湾是最高的学府 台湾大学 然后又学了政治学 哇天哪那个是对我们来讲很遥远的 而且是服务众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所以你刚刚说到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些变化 在大学我相信一定是更加的 藏不住是不是 对我就觉得怎么说呢 对于未来总觉得说 我觉得从小感觉念书好像想要给父母一个交代 我觉得想要带给 其实我蛮传统的 我看起来好像不传统 但其实我的内心挺传统 我就觉得像花木兰一样 我们要bring glory to the family 对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我们好好念书 然后让父母感觉很有光荣 这时候那时候是这个一个动力让我觉得 就是刚刚讲到参加很多比赛 我常常得第一名 然后经常上台领奖上台表演 所以那个自信跟那种荣誉感 我觉得在很小的时候就建立了 所以就会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吧 我觉得我要做我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所以那时候台湾演示都是考试联考 那我也很高兴能够考进了北一女中 然后在北一女中 我觉得在那个怎么说 我从小就在中正经年看到一对的姐姐 穿着短短的那个穿着很漂亮绿色的制服 白白短裙 然后我想说我跟我妈妈说 我妈妈说那些就是北一女中的那个一对 我说哇好棒啊 我将来一定要变成其中一位 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立下志向 然后我也很荣幸的真的也被选取去了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觉得真的是至高无上的光荣 因为有时候到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 哇我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很骄傲 那时候我们都把头发剔的短短的 然后学妹就是很崇拜我们嘛 然后就觉得哇学姐好棒啊 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花了好多时间的练习 其实这个练习的过程非常非常辛苦 因为我们是不管下雨风吹日晒 我们拿了那个木枪 我们就是要一直转转转转转 比如说我们要一排一百多个人走超长走过去 我们大概是五十转还一百转不能掉下来 转枪 就是曾经以前木枪丢上掉下来 打到嘴巴打到手 有时候戳到肉里面 我晚上都在自己把木屑夹出来 其实其实是很辛苦 然后手都受伤 都是缠着跟那个Michael Jackson一样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经历过这种 很很认真的训练 很艰苦的训练过程 但是我觉得非常自律非常重要 你怎么样经过这一套训练 然后自律 然后到最后的这种演出 然后得到冠军的那一刹那 我觉得在我的学生时代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不能输跟认真做 是影响我这个人生蛮重要的目的 人生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目标 所以到后来呢 我也觉得朋友之间 怎么样能够有个团体生活 因为一队也是一个团体生活 我也有参加舞蹈社 那舞蹈社也是一个团体生活 那我觉得也慢慢从中 觉得怎么样带给别人快乐 是我蛮希望达到的目标 那在工作职场上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我是小太阳 所以呢我就还蛮 我觉得其实挺贴切的 因为我就觉得我喜欢五彩缤纷的衣服 什么红尘黄绿蓝面子 我认为都是漂亮的颜色 那我也很爱笑 那我总是希望 在当记者的时候 我跟人家聊天 我也希望人家愿意跟我分享他的一切 所以事实上分享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同时也是几多处子 都多处 但是说到这个来纽约 我想也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 因为对我而言 也是全家移民 好像有一种不得不的感觉 对于纽约 大概只有在中学的时候 看那个地理课本里面 有个5th Avenue 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向往 但是你呢 为什么会来纽约是吧 哇这个 讲到我另外一个勇敢的地方 就是为爱 为爱飘洋过海 对其实很有意思 那我其实有个青梅竹嘛 我们大概从小学就 其实就是很纯纯的那种 poppy love吧 对啊 然后他就一直都在纽约里去 那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我重新又遇上了他 他回来台湾都还 就是找到了我 因为我家电话没有放过 所以我就很惊讶说 怎么会还记得我家电话 说要不要出来啊 那时候就慢慢 又好像找回重闲的感觉 那他就跟我说愿不愿意大学毕业 跟我一起 就是来纽约看看 我就因为这样就 留下了 留下留下留下来 就在纽约住下来了 所以我 你说就是梁先生吗 不是 青梅竹马是对对对对 所以我真的就蛮勇敢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想说 怎么会说走就走 我真的就是提个心理 然后我就 我就想出来闯闯 那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之后呢 我也没有后悔过 我觉得纽约真的是一个 像我这么热爱艺术的 我刚刚讲到这个政治系啊 其实是 我是因为完全分数到了 到了哪里我就选什么 其实我当初希望是比较 我是比较风花雪月的人 我希望是艺术啊 舞蹈啊 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我都觉得 家里不会希望我走上这条路 大概怕我吃不饱吧 他们总希望我们走一条 比较稳当的道路 对 所以我就 其实纽约真的是一个 艺术之独 简直太棒了 各种舞蹈表演 百老会秀 各种艺术展 画展 我觉得就是琳琅满目 我真的很爱很爱女人 那我也很感恩就是 上天能够有这个机缘 让我来到这里 然后其实如果说到 我想做的工作的话 其实记者也只是 我挺想 挺想做的工作 所以 对 所以就说到这个 我们经常讲说做人难 其实做女人我觉得更难 我们的角色非常的多数 小的时候是富美的宝贝 我都会长上明珠 长大了之后 嫁给你爱情 嫁给你婚姻 所以你变成别人的妻子 而过了若干年之后 你增产豪国 我们家有三个非常非常出色的儿女 女儿是老大 后面有两个男孩子 长得又帅又漂亮 然后又聪明 没有没有 我妹妹也是多才多艺 就是不宜的后臣 不感当 不感当 但是你刚刚也曾经说到 在纽约有一段时间 走进了这个可以说我们华人最大的媒体 世界日报 做了一名非常出色的记者 后来又从事了不管是房地产 或者是现在的保险业 其实上的同一个行业属性 想想看做记者的时候 可能是 别人有求于你 永远都是靠了一支笔走天涯 但是一旦成为了地产的经济 甚至于说保险业的这个费身体 你会发现变成你要变非常的主动 当然你刚刚说你的个性当中 是有主动的 是有希望分享的 但事实上我们又觉得说 好像这个行业就变得 你的工作变成怎么讲呢 好像倒过来了 可能你会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当中 来担任这样一个仲介的角色 但事实上我后来又发现 这真的很不容易的 除了语言需要换成了英语之外 你要不断的吸收新的认知 很多的法律的规章 或者什么什么很多 那这个时候来聊一下 你是很适应吗 应该这么说 当记者的时候真的是污蔑王 基本上以前开记者会 总是要等我们到了才可以开是吧 世界日报对不对 对所以我都不敢迟到 因为迟到会被人家骂 那我就觉得 那时候是觉得很喜欢 我很喜欢学习东西 我觉得学热爱学习 是我一个就是 我觉得影响我们蛮大的一个克制吧 我总是觉得有新的东西学 我就会好兴奋 在学校我也是那种喜欢举手 老师老师我回答那种 所以我觉得每天你有不同的挑战 我真的是蛮喜欢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是很 也是一个很愿意服务社区的心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揭发一些真相 或者是把一些需要的讯息传达给你的读者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造福跟帮助别人 对那如果说后来转换到 为什么我会去做 我后来做Marketing 比较行销啊 或者是就是公关这类的工作 那我觉得也是算是一个很好的衔接吧 就是从记者本来就是喜欢交朋友 广结善言 然后又做到这个行销部门 我觉得是挺是是蛮接近的 也是继续把这个好的好的好的消息传递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帮助 对然后到最近呢 其实前一阵子这个夏天 我们就面临了一个一波裁员 很不幸的就是很多健保 健保行业的同仁都面临了这个裁员的这个窘境 现在经济情况 对大家都知道 对又蛮就是对啊蛮动荡的 然后自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说 我有三个证照吗 我有房地产证照 我有这Live就是健康保险跟这个人寿保险 我为什么不做起来呢 因为其实我以前真的是蛮多人脉资源 对不对 就是说跑社区跑久了 其实资源这方面是都有的 然后我也喜欢交朋友 那我就想说为什么不把人脉能够变成钱脉 然后加上自己的专业 那我觉得心态调整非常重要 就是我觉得你要想你是在帮助别人 我也不喜欢好像很pushy的那种方式 因为我觉得己所不欲物事于人 如果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对待我 我就不会这样对待别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个人生路上 交了挺多的好朋友 是因为我是很真心的对待他们 所以我觉得物以类聚 所以最后大家会成就一圈都是 非常良善的一个好的一个循环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是我的心态的转变 我觉得其实也不算转变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慢慢的过渡的过程 然后你会看清楚说 有时候其实以前结下的缘 到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后其实你是会又重聚 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在重聚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越来越浓厚 那至于当妈妈 那我从来也没想到 我会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对所以我也很感恩 就是在世界日报遇上了我的 我的anata 我的老公 他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 没错 对他非常热情 那他目前是在 就是在那个联邦政府 他在那个机场做安检工作 那他也帮助了很多人 那有些人不会英文 他都很努力地帮他们翻译 或者是能够顺利过关 其实我觉得好像了不起 有的时候都翻译了三点就要 他三点就要起床 就要去工作了 对 这样就觉得一个年轻的爸爸 一个年轻的妈妈 变成三个孩子 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是这个打拼 是这个劲儿很重要 真的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应该说我跟他很合的一点 就是我们其实都挺激活的 挺爱帮助别人 只要有人找我们 需要任何的资讯 Temple是一致的 Temple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两个也很节俭 我也很爱漂亮 但是我觉得他 我老公称赞为你就说 他说你都不需要什么名牌 你自己就可以用颜色一些搭配 就可以搭配出自己的风格 他们这种总比是一堆 金钱堆积出来的 来得有意义 有一些没有气质的人 就算穿了男孩 我觉得好像是假货 对 为什么真的是 有那个 那个 充满的人生历练 那种美 是穿不出来的 我觉得其实真正的美 大家都追求美 真善美 那我觉得美 其实真的是要从你的内心 散发出来的 而不是很虚伪的一些东西 去把它添加 像一些添加物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怎么说呢 我们就说我们两个很节俭 我们就是那种牙膏 然后会把它剪剪剪 然后把它里面挖干净的那种 所以有点好笑喔 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们的金钱观 三观挺具的 对 然后我们就 所以我想可能上天就 看到我们也蛮勤俭持家的吧 然后也有一颗善良的心 然后我很感恩赐给我们三位 天真健康可爱的宝宝 那我也是很 我们也很用心的栽培他们 能够带他们 我们住一个比较好的学区 然后想学什么 我们都尽量满足 那我就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我们能够供给他们 就提供他们 那我觉得其实真的 平安健康就是福 OK 接下来呢 我想来聊一下你家的成员咯 家庭的成员或者说24小时 你怎么来分配这么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 这个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大总管大秘书 对所以我的学区的日历呢 我三个孩子用三个不同颜色 那我跟我老公也要用不同的颜色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区分每天有什么活动 哇每个孩子大概曾经高峰大概每个都有学六七样 不同的课程吧 对那我觉得时间管理是真的 他们很享受吗 有些不是那么享受 压力 有有但星期天是我们三个孩子都在词记中文学校 对那我女儿已经上了十年多了 对那我觉得我觉得这方面我挺坚持的 我觉得我心有做嘛 折善固执 就是我觉得 坚持 要坚持 对我觉得很多东西学了 有时候你老师好不好当然也很重要 孩子认不认真 练习很重要 但是我认为坚持 家长的不放弃 是更重要的关键 那我觉得这个在中文方面 我希望他们不忘本 真的你看三个小ABC讲了一口标准的国语了 妹妹在前一阵子还朗诵比赛 朗诵比赛得很高的名字 而且现在好像在Cornell是不是也有一个画展 他也得到画画 他从小就爱画画 所以有机会他就会参加一些画画比赛 那有一年 对最近参加了一个画展 就是一个Cornell的一个社区组织举办的比赛 对他的一只小兔子 像是那个素描 对就被选选进去了 那我们也很以他为荣 他很爱画画 他也有在学油画 对那然后他也有学中提琴 那他自己选的 他说他这个 他大提琴太大了 小提琴声音太尖了 他说他选一个中庸之道 从小就知道中庸之道 他选了一个中提琴 那我觉得是挺好的选择 因为中提琴是一个 很比较少人 就是拉的琴 这个乐团里面很需要 所以我觉得他也找到了一个自己 很容易出头的方向 对所以我觉得他目前 也是在很多乐团里面 就是担任中提琴手 东东是大提琴手 对东东是大提琴 他是我第二个大儿子 那他是大提琴 那他大提琴 他也学钢琴 钢琴学了七八年了吧 对然后钢琴老师说 他的手很大 对他的这个 可以弹的音节挺广的 那我觉得他慢慢长大 也是从小 从二年级学到现在八年级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时间久了 你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成长 虽然他不是很爱恋 但是最近我老公常常跟我说 你就放弃吧 不要再浪费钱学钢琴了 很多有时候父母亲看法不一致 那我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师很不愿意放弃他 那我也很感恩 那继续练下去 我觉得还是有看到一点点成就 那最近他就是弹 虽然他学了这么久才弹给爱丽丝 但是那我觉得他 他练得还挺有心得的 对大提琴也玩 然后他目前是田径队 就是喜欢跑步 对也挺好 然后中文的三个孩子都学 对然后我在家我也都说中文 因为有以前有些老师都会跟我们一些分享 他说其实我认为制造这个中文环境很重要 如果我们在家都讲英文 那他们永远学无论 对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比较复杂的事情 那我可能就会中文讲完 英文也讲 就是我希望他们习惯习惯中文 对 小弟弟 小弟弟 全家的开心国 他他是让我比较 他比较有自己的个性 然后呢是让我 深深 要让我抓头一下深深 对对对对 就是也学中文 也学大提琴也有学 但是我给他找到一个 他他吹那个伸缩号 对伸缩号 我认为这是他的挺好的一个新领域 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成就感 对然后我记得他现在五年级嘛 四年级的时候他被那个乐团老师 选去那个吹奏那个 那个怎么讲 毕业典礼的那个音 那个他们叫Fanfare 他在里面他只选了十几十个人去吹 他被选进去 他挺有成就感的 那我觉得他的个性啊 还有胖嘟嘟的那个肚子啊 跟吹那个管 因为我觉得挺搭配的 对 对活量又很好 对啊 我就觉得他蛮喜欢的 对我觉得就挺适合他 那可能他钢琴也学 是学了多了一点 可能我们慢慢也是 孩子越来越大 就会可能就挑一个 他比较有兴趣的继续下去 因为他也喜欢打篮球 对曾经棒球啊 我老公他是一个那个 对他还是体育主播嘛 对他有写那个体育专栏 曾经在联合报系 他是一个体育专栏作家 那后来因为工作关系 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看球 因为你要看很多报道 你才能写嘛 那他可能就 比较没有那个时间写 但是他对于 美国三大运动 是非常热爱的 没错 对他什么篮球棒球 那个美式足球 他都非常热爱的 所以也影响了两个孩子 对 男孩 对 体育类就是他负责 对 那那就是 然后妹妹也会跳舞 对 就像你 对 大姐喜欢也跳舞 那偶尔自己玩TikTok 自己录一些舞步啊什么 也挺好玩的 那这我觉得 遗传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东西 那在你的身上你可以看见你的孩子 也继承了那一些特质 可是呢 每个孩子他们又有不同的个性 或者的素权 是 所以你刚刚讲的三个孩子 他们能够平均的在自己的这个生活领域 就最最最主要的功劳还是来自于出生在一个有爱的家族 谢谢谢谢 当初你也是嫁给爱情了 啊 right 是啊 我就觉得 其实我也 我觉得有孩子哦 让我感觉到 嗯 我觉得我有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 嗯 有时候有人会问说 有时候很多人后来都不想生孩子 那我当然觉得有了之后我觉得 我还是很庆幸我做了这个决定 因为我从孩子身上 可是要养得起 很不容易啊 哈哈 所以我省吃俭用啊 哈哈哈哈 必须省吃俭用 那我觉得他们其实成长过程中 我觉得自己会一直检视自己做的对不对 我觉得一个人的反省 反省能力非常重要 就说以前父母的教育是这样子教孩子是对的吗 我们自己有没有受过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或者我们言语 有时候我们会很很harsh 就说哎你怎么不行 好像永远觉得你不够好 然后伤害了一些孩子的 譬如说自尊心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我们慢慢从做父母当中 透过不断的自我检讨 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我看他们也怎么讲 我觉得倾出于蓝了 我不敢说 因为事实上我们认识大概也20年了 对 我们从当初看到一个女孩 跟一个高高帅帅的男孩 两个人结合 然后你们真的是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从一个小家 变成了现在在Long Island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 哎来聊一下你的另外一半吧 事实上我相信年轻的父母 碰到很多生活上面不见得是一帆风顺的 是 总会有坑坑巴巴的时候 对 你们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心里的一种 所谓的压力怎么去化解 对 你们两人又怎么样去沟通呢 哇 我们的沟通啊 就是有武打 有文有武 我们夜问 对对对 什么都有 那我觉得都是 都是一个过程 对 那我觉得我们也有曾经很不懂事的时候 那我们两个也很爱说嘛 他声音比我还大 我们两个都是很能言善导啊 就觉得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这样子 那我觉得到 震过对方 对你那时候只想压倒性的就是把他给压倒 对但我觉得后来夫妻 其实我曾经也很多抱怨 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我觉得对于婚人就觉得 怎么很痛苦 你要牺牲自己好多事啊 然后我曾经 我五年生三个孩子 我长时间没有好好睡觉 又要工作 我其实我觉得很精神压力很大 我就觉得这段时间真的是太痛苦了 如果老公又不能体谅的话 那真的 其实真的是满惨的境界 其实我觉得他也 他很爱我 我知道 那有时候我们的沟通方式 我觉得 其实是需要改进的 我就觉得他像个大男孩 哦他是啊 对不对 他就阳光少年的感觉 我常常笑称他是我的大儿子啊 对就是说他 应该说也有个赤子之心吧 对那我觉得 他成长的背景也有关系 可能父亲也是比较严格 那希望对他的要求 独子嘛 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那我觉得我们也在 从从这一路一路走来 我也很喜欢去探讨 我有什么方法能够过更幸福的人生 对 我其实很喜欢看 对 我就会觉得自己 我最近感悟到就是觉得 我必须从自己做起 我觉得你刚刚讲了很多外向的事情 事实上我觉得你内在 你有很多很纯的很本质的东西 嗯 比如说你很爱读书 嗯 去接受 世界各个不同领域的专业的东西 这个都需要时间 深宗多的 对我觉得我们家有一个 我们很爱出去旅行 嗯 对 所以我觉得旅行也 当然有钱能够去更多地方 但是我觉得 就是预算有限 我觉得也有很多 地方可以去探索 那我觉得带孩子旅游是我们 非常 就是开心的 开心的事情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 那我觉得在旅途的过程中 可以累积很多 就是家庭甜蜜的回忆 对 然后我也喜欢全家 能够每年拍个 写真 全家福 对 那我也很幸运 我有一个很好的国小同学 他都会 有机会他都会帮我们拍全家福 所以我就是喜欢 就是像这个一点点仪式感吧 对 就是带给大家有一点幸福的感觉 看看我们 所以人家常说嘛 娶到一个好太太 他会影响三代 真的是 对不对 父母背的自己背 或儿女背 你真的会 带给他们 无限的一种温暖 OK 今天在最后 我们要问一下 好 事实上 人生啊 就好像是爬山 嗯 我们一直不断的 你以现在的年纪 你还是往上爬 需要冲刺 所谓每天都是过的 RMG的这样子 一个过程 是 你现在回头检视一下自己 现在你 是不是当初那一个 你喜欢的自己 我 应该说我一直都挺有 抱持我原本赤子之心 啊 在我回 譬如说 当我回到一些同学会的时候 我其实很高兴听到我的朋友说 小水你一点都没有变耶 你还是原来的你 有 我记得 几个月前夏天 我一个大学同学来找我 他跟我说 天啊 你为什么都没有变 我不知道他是指 外貌还是我的内心 我觉得 我觉得 拥有一个赤子之心 啊 永远去追寻那个最单纯 最简单的自己 是 我很感恩我做得到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人生就应该 简简单单非常快乐 帮助别人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做 走正道就是一件 让你安心 心安領的事 所以这也是我的坐右铭吧 我觉得就是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走 就是最幸福的事 嗯 就说以前呢 有一个长辈呢 曾经在 就是有点 笑我跟我老公啊 说我们两个是 幼稚园大班跟小班的差别 其实我们两个真的是 我们俩就是open book 基本上 你看到我是什么样子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也不藏着掖着 我老公有话就说 噼里啪啦的 大啦啦的 我觉得我们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我们也没什么 不能说的事情什么 我觉得就 就是坦坦荡荡 这是我很佩服 你们两人的 energy 就是可能 一天24小时 累瘫了 可是睡了一觉 第二天又生龙活虎 是 又是 脸一 一妈 就变成另外一个 一条龙 对啊对啊 我觉得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 然后 然后 愿意学习的心情 这就是 我也不想有老人痴呆嘛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 为什么去新的领域 新的领域其实 很多东西可以学的 那我觉得只要你不断的学习 你就不容易 怎么讲 不容易痴呆 就是要 那我用了一个脑筋 那身体也是 那我有空我就是 我喜欢做热瑜伽 对 那曾经有在跑步 但是我觉得 我喜欢舒展 对我来说 有点像是 在那种很热的环境下 冥想 然后做一些伸展 拉伸的动作 我觉得 非常舒服